第七章,夜叉娘娘。荣耀集团人事部的面试办公室中,韩谦坐在一把椅子上,她对面是三位面试官,两男一女。这种感觉让韩谦回忆起了在派出所接受审问的场景。坐在中间的女性面试官率先开口了。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,我姓宋,是人事部的经理,我会对你进行询问了解。这两位则是对你的回答和经历进行抉择,最终是否能达成你与公司的合作。 在荣耀集团,所有员工与公司全部都是合作关系,不存在雇佣。另外荣耀集团相对其他集团稍微人性化一点,现在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制度,你考虑是否继续进行面试。 宋经理的表情很温柔,言语中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。这一点让韩谦十分舒服。随后了解公司的制度后,他大呼畅想书的不冤枉。荣耀集团对员工的制度和福利很好,每周休息两天,早酒晚五,加班会有额外的补助和奖金。冬天时会提供住宿,在自家的酒店,放假的员工不会强迫其回来加班。 但要是他负责的岗位除了问题,要无理由不可拒绝地回公司整改。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加奖金。不拒绝办公室练情,但是不能耽误工作,破坏办公室气氛。 荣耀集团没有一项罚钱的制度,迟到一个小时,要延迟两个小时才可以下班。公司只有一个惩罚。 开出,韩谦表示可以接受公司的制度,宋经理眯眼笑了笑。 相比畅想集团,我们荣耀对待员工更加人性化一些,来上班又不是欠了卖身器,现在我要对你提问了,在你对我们满意的时候,我们也需要对你满意,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 韩谦回忆笑脸,轻声道。 韩谦,汉族,25岁,黎毅,在畅想集团策划部有三年工作经验,策划过一些小的项目,也参畅想集团容装世界的策划案,学历只有高中,大一家里出现意外,辍学。 冒昧问一下,你离婚的原因?与前妻家境相差巨大,不想耽误,想给她更好的一个未来。 可以,你说你参与了容装世界的策划案,你主要负责哪一项? 选择客源,进行垄断。 如果现在要你想出一个对付容装世界的策划,你会从哪方面着手? 我认为没必要去针对的容装世界,它只是一个走低端品牌,主要的客户,众老年人居多。 容装世界不过是一个拯救畅想百货的一个办法,一个没有办法,只能选择转型的办法。 容要百货主要是以金电,奢侈品专柜和电完成锡金,要是去模仿一个容装世界没有必要, 结果也不会太好看。 最后一个问题,你为什么要离开畅想集团? 离家远算理由吗?离婚后我净身出户。 好的,最晚明天晚上会给你答复,期待能与韩先生合作。 结束了。 韩谦有些猛,就问了这么几个问题就结束了。 不问问他的能力。 韩谦站起身的时候还有些迷茫,同时也少了几分自信,他原本以为会问很多问题,也想好了很多答案,奈何没有用武之地。 走出房间的韩谦还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,一只脚踏出门的时候突然折返,问了一个问题。 楼下那辆猛禽是贵公司的车。 这个问题一出,三位面试官的脸色均有些尴尬,宋经理站起身尴尬道,韩先生没受伤吧? 这车的确是公司的,只是…… 哦,我知道了,等我见到车的主人,我会抽他两个耳光,你们别怪我粗暴,他穿着八厘米的高跟鞋差点给我撞死。 韩谦走了,留下三位面试官面面相亏,不知最后这一句话要不要记录下来。 姑奶奶可不是第一次穿高跟鞋开车了,而且全公司的人都知道,千万不要早九点左右横穿广场,一定不能溜号,一定要走人行永道。 宋经理叹了口气,我感觉不错,可以先留下试试,反正公司有一个月的试用期,合约上也会写一个月之内会无理由的劝退,至于他差点被撞的事情。 就当是咱们姑奶奶的见面礼吧,毕竟咱们都经历过。 这已经成为了荣耀集团的一个传统了。 等电梯的韩谦脑子里全部都是后怕,又想着算不算是离婚的报应,前脚离婚后脚被李金鹤收拾了一通,然后就是温暖又回来了,今早差点被车撞死,面世的不理想。 叮,电梯开了,韩谦带着满脑子,古怪想法,刚走出一步就感觉胸口传来一阵柔软, 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这是什么东西,小夫就重重地挨了一拳,随后耳边传来尖锐的怒骂,走路没长眼睛啊,占老娘的便宜,你是不是想死。 话音还没落,韩谦的头发就被人抓住,挨了一拳又被抓头发的韩谦大怒,伸手就抓住女人的头发, 女人传出一道尖叫,高跟鞋狠狠地踩在了韩谦的鞋子上,随后就是韩谦的哀号。 这回韩谦已经看清了眼前的人,一身黑色的包臀裙,脚上一双的八厘米高跟鞋, 只不过这回披头散发的看不清脸,看不看脸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那会就是差点被这个女人给撞死。 啊,你告诉我你是哪个部门的,老娘现在就要把你开除,你给老娘放开。 说话间,女人的手更用力了,自认不是绅士的韩谦,也没有留情,咬牙怒道。 老子不是你们公司的,你在楼下差点撞了我,我正愁没地方找你呢。 混乱引来了围观,负责面试的三人也急匆匆地赶来,因为这两道声音他们太熟悉了, 人事部的宋经理看到眼前的场面的时候瞬间就蒙了,这怎么就? 一路小跑上前拉开两人,用拳头轻轻捶打喂酒的肩膀,急切道。 韩谦你快放手啊,燕总您也放手放手,员工们都看着呢,韩谦你先放手,燕总是女孩子呀。 燕总,韩谦皱眉翻开手,可不料这女人不单没有放手,竟然张嘴朝着她的脖子咬来, 宋经理见状连忙劝说阻拦,好说歹说的让燕总放开了手。 两人狼狈地怒视,燕清清弯腰就要脱鞋,砸死这个男人。 宋经理报警燕总劝说,然后示意韩谦先离开,晚一点她会打电话代替燕总道歉的。 韩谦冷哼一声走进了电梯,撤下了脖子上的领带,冷哼一声。 晦气,人走了一个,也安静了,燕清清整理着头发轻声道, 宋经理你认识这个人。 宋经理帮着整理着短裙,轻声回道, 燕总,她是今天来面试的,刚才在楼下差点被拟。 我知道,看到帅哥我就心烦,只能看还吃不到,不撞死留着干嘛。 面试的,告诉她明天来上班,哼,抓老娘的头发还占老娘的便宜。 我玩不死你,她叫啥玩意? 韩谦,韩谦,有点耳熟,妈的。 想不起来了,宋经理你去告诉项目部和策划部的经理, 让他们今天把那块地皮的结果给我送过来,烦死了。 妈的,比看到帅哥都烦。 烟精精走了,离开的时候撩起裙子,拽了一下里面的安全裤, 众人是敢怒不敢言。 公司哪里都好,就是这位总经理让人毛骨悚人。